花莲县政府辅导的原住民乐舞人才培育扶植计划团队 阿勒菲斯舞蹈团 30号的上午是在原住民文化馆举办了舞蹈发表记者会 三位舞蹈老师展现了三年以来所创作出的舞马 并且以田调的文化作为舞蹈的基地 创造出花莲六大族群的古老文化艺术的展演 花莲县政府原住民行政处30号上午举办了108年度 原住民乐舞人才培育计划成果展演技者会 推出大地的祖林的叮咛舞艺 新技艺三不巨马 惊艳众人 跳脱了花莲原住民歌舞一成不变的表现方式 原名处副处长独顾撒韵指出 这一项计划是由县政府争取花莲基金补助 计划启程从106年到108年 总经费高达6000多万元 配训对象除了是扶植表演团队 也进行本县高中职再孝顺的训练 以其全面推展原住民族乐舞精华 也希望所展现的成果能够带给民众耳目一新的感觉 乐舞人才当然从副部级前现场开始 我们希望部落的舞蹈音乐可以传承 那么可以有一个可以变成艺术 甚至变成一个产业 所以制定了这样一个计划 搭配我们好几个花工条例上面的场馅建 将来会变成一个非常完整的计划来培训人才 刚刚我们做这样的人才决训 无非就是将我们各族形成一些文化背景 那也看到了这些的老师们也做不同的一阶段填调 那如何转移成我们现在的舞蹈 呈现给大家 我觉得这个是大家能力的地方 不过也真的要谢谢我们的承办处 就是处长来报告我们副作 花了那么多时间一直被我们念 这个到底有什么的帮助 其实我还是一直在理过 不过我想说经过待会开完之后 或许会让我都化不开了 那同时间那我们要持续的 如何变得将国化的部分变到成为的产业发展 计划主持人叶芬菊老师说 培训团队历经三年的培职 也非常感谢花内县政府原住民行政处 以及原住民组委员会给予的支持 所以我们今天的节目呢 是以三个节奏来呈现 第一个呢就是以三十年前的五马风格 是传承中的融会贯通的一种的五马的诠释 第二个呢就是三十年后 我们做的一个舞蹈的一个灵感 是别具风格的一个艺术的升华 第三个tempo呢我们实际上就是当下 我们现今的一个创作的理念 那它代表的是我们时代的一个生命力 孕育的是一个时代的精神 所以在众岭的这三个面向里面呢 我们希望在未来呢能够有一个非常好的舞台的展现空间 让所有的培训的舞者跟所有的创作的老师 有一个发展的舞台来诠释我们花莲县六大族群的文化资美 记者会上也有来自各大学高中的校长 还有议员简志龙 赖国祥 李仲文 迪布斯依赖等名义代表 立临关心远住民的业务发展 记者林杰 花莲市采访报道 到了 到了 里斯尔公元 到底是有什么 明文